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二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总体来说今天上午指数表现非常不错 特别是我们看到以创业版为代表的题材股表现相对较好 今天整个创业版上午的均涨幅有1.5% 上证指数受此影响也出现了反弹 上证指数指数看涨的比较多 但是所有个股的平均涨幅是0.6% 这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现在要轻指数重个股 尤其是看算数平均法那条黄线 这是和场内大部分个股关键度比较强的 因为如果说权重和题材之间的剪刀它太大的话 那么我们在研究技术指标的时候可能会出一些错误 那么上证指数今天跟随上涨 尤其是我们看到大金融到了上午临近五盘前又快速拉伸 这个快速拉伸后面会不会再次走出类似于昨天那种倒A型呢 一股作气再二衰三二接 那么相对的第二次就非常重要了 过去最好 过不去的话要注意 接着我们讲了 我们前面讲到了在这个位置有反抽的机会 反抽的话主要还是以创业范围代表的 我们前面讲到了在这个位置它需要反抽 但是反抽呢往往是一些低位滞涨股的补涨行情 这也是我们昨天中午说到的要把握调仓的机会 为什么呢 这轮指数的上涨主要是由上证指数推动的 上证指数已经接近了前期的高点 但是创业板的话还非常好 创业板起于前面29900点的位置 那相对应的还有将近10%的空间 很多个股已经处在低位了 这个时候可以把握高位股切换到低位股 然后享受这波轮动的这种机会 因为指数在上涨过程当中 它很难就是直接上证指数全涨 创业板不动 或者说创业板上涨 上证指数不动 这种的话都是不平稳的 那么现在的话 今天创业板带动了指数 创业板当中的低位股也出现了不涨行情 那么后面我们主要就看延续性了 资金是否能够回流到创业板 因为我们看这段时间一直是在往上证指数流的 包括今天创业板虽然拉伸 有阻力在这个位置启动 但是我们看到大金融拉伸了之后 创业板好像又涨不动了 这就是个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创业板能有更多的空间 它打开空间 创业板当中多几个20厘米的 相对来说资金 包括投资者就会把目光涂到这方面 那相对于创业板的走势 未来本来要好一点 今天的市场比昨天要好一点 昨天大家也看到 基本上都是指数上涨 所以它不健康 这种指数又回落了下来 但是今天的相对来说好一点 因为今天是题材过上的 创业板表现比较好 包括深圳人质 上证指数这边基本上算是跟涨 所以说后面的话 我们下午主要就是看料能能不能补上 因为今天上午只有4800亿的料能 这个料能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少了一些的 所以说下午能不能补量非常重要 另外外围市场景气波动比较大 所以说下午的话 外围的小道琼斯指数 大家也要看一下另外 红生指数也需要进行比对 如果说这几个指数外盘持续回落的话 也会影响A股 因为近期A股受到外盘影响比较多 大家也看到外盘马上有一些风吹 跑动的话都会影响A股 那么到了下午之后 如果料能不够的话 可能还会重复昨天的故事 我们在投资当中还是要顺势而为 不要紧张 那么把握一些板块轮动的节奏 新指数 中购物 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大牌 反正有其他观点的